早啊 新闻来了 今天是2023年9月30日 星期六 农历8月16 首先进入药文 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 今天上午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 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进行现场直播 28日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再读英烈子女 以英雄的父辈为榜样 始至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9日 玉兔二号月球车传回最新的月面环拍图 国家航天局当日发布消息 探月工程嫦娥六号政案计划开展研制将于2024年前后实施发射 有望实现人类历史上首次月被采样返回 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85项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三项修改单 其中包括茶叶等三项食品产品标准 应幼儿配方食品良好生产规范等五项生产经营规范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等六项食品相关产品标准 日前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在华盛顿同美国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举行中美亚太事务磋商 双方围绕中美关系亚太地区形势各自地区政策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换了意见 下面是杭州亚运会消息 29日是杭州亚运会开幕后的第六个比赛日 目前中国以105金63银32桶赞列金牌榜和奖牌榜第一名 男子20公里竞走决赛 中国队包揽金银 这是中国队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的首枚金牌 另外中国队在女子20公里竞走决赛中也包揽金银 游泳男子50米挖泳决赛 秦海洋打破赛会记录夺金 这也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的第一百枚金牌 29日中国游泳队在本届亚运会的比赛全部结束 以28枚金牌收关 乒乓球混合双打半决赛 中国组合王楚钦 孙颖沙 林高远 王亦迪分别战胜韩国两组合 顺利晋级 中国队提前锁定金牌 下面是一组资讯 交通运输部29日消息 中秋国庆假期首日 全国铁路 公路 水路 民航预计发送旅客总量6320.5万人次 比2022年同期增长53.2% 各地交通运输平稳有序 工信部29日发布数据 1至8月我国互联网业务收入利润总额同比分别增长2.6%和28% 互联网业务收入保持平稳 利润总额快速增长 研发经费降幅持续收窄 恶意攻击选手挑拨粉丝对立 散布涉亚运会相关谣言信息 日前一批涉亚运违法违规账号被查处 处置相关违法违规账号1万余个 清理相关信息7.4万余条 29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以文明全球寻展港澳特展 在香港和澳门同步举行 特展借助数字化的技术创新 将10个中华文明探员工程重点考古遗址复原 当地时间28日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前白宫办公厅主任 就美总统拜登处理机密文件事宜接受训问 据俄媒当地时间29日报道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燃料库爆炸事故遇难人数 目前升至170人 现场救援工作仍在继续 接下来是服务信息 9月29日至10月6日 巴达岭长城开放时间为每日60 16时30分停售当日门票 此外 巴达岭叶长城将连续8天开放 开放区域为步行街区至望京广场 北4楼至南4楼 中央气象台预计 29日20时至30日20时 重庆东部 贵州东北部 湖北西南部 湖南西北部 以及云南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 有中道大雨 其中 湖北西南部局地有暴雨 感谢关注央视新闻 更多资讯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 我们明天早上见 男子50米挖勇的比赛 出飞之后 秦海洋迅速地保持领先 现在来到25米 秦海洋作为几乎是全场最高的选手 他的滑皮没有人能够追得上 现在秦海洋已经飞起来了 进入到最后的冲刺 马上来到终点 到边 秦海洋在今天的比赛当中 从出发一直到 废后结束比赛 一直保持领先 今天 玉兔二号月球车 传回了最新的月面环拍图 同时 国家航天局发布消息 探月工程嫦娥六号 正按计划开展研制 将于2024年前后实施发射 这张就是玉兔二号在月球表面 最新的环拍图 从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到 这种大大小小的陨石坑 还有很多的沙粒 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 玉兔二号曾经行驶过的路 截至目前 玉兔二号月球车 已经在月备工作超过四年 行驶里程超过1500米 玉兔二号取得了很多 很丰富的成果 我们希望月球科学和月地质的 一个研究 能够更好地认识地球的过去 和地球地质的演化的路径 是什么样子 目前 探月工程四期已经启动 嫦娥六号计划于2024年前后 实施发射 有望实现人类历史上 首次月备采样返回 除嫦娥六号之外 我国还将在2024年上半年 发射提供中继通信服务的 雀桥二号卫星 此外 嫦娥七号计划2026年前后实施发射 嫦娥八号将配合 嫦娥七号在月球南极 建立国际月球科研站的基本型 我们现在正在加速推进 国际月球科研站的立先论证和建设工作 我们期待和世界各国共同携手 一起在月球上建设科研站 拓展人类的认知疆界 给你写真正的认知识 动证业 你能识有证明的 自己选费 写真 看 对